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战4月20日 想必京城所至金石为开 电影一定会大卖 3000万粉丝的大司马初次尝试把线上流量转化为商品 怎会如此惨淡 为何粉丝们只啃嘴上支持 却在真正消费时执着不前 我们不禁想起那个经典段子 以爱国人士名义要求捐款500万与捐牛 有人情愿捐牛却不愿捐500万 原因是自己真的有头牛 这次电影扑街事件揭示出 司马南的粉丝中有部分可能是在某些活动中积累而来 还有些生活在农村 无暇观看 更或许很多人只是表面道义 真让他们掏腰包却无解 为何网络上充满了那些罩币来 打美国捐一年工资 挺身而出的言论 这些人又何来这番自信和勇气 毕竟还有6亿人的月工资才1000元 正是这些底层看不起电影的人 最支持司马南 最支持反腐败了 最支持司马南捍卫社会主义红色江山 也许只有等到这些粉丝包包鼓起来的时候 才能走进电影院真金白银支持司马南 大司马的粉丝基本都是社会底层 衣食住行都成问题 哪有闲钱去看书看电影呢 还有很多都是年纪大的 舍不得花钱 看来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 就差一个司马南老师 唐国强拍摄开国将帅 如果不请司马南老师站台 可能票房还会好很多 结果讨厌司马于力的直接厌恶排斥电影 逆反了 喜欢家头的压根没有花钱看电影的习惯 或者想看也没钱 唐国强弄巧成拙 欲哭无泪 崇山之外的导演 投资人或许最终会失算 本想利用司马南的三千万粉丝 见走偏锋 小赚一笔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看来做人还是要实在 投机取巧靠不住 司马南的铁粉 大部分人年龄超50岁 学历处于初中级以下水平 日常收入不高 消费水平较低下 社会闲散人员占比大 司马南在网上卖书 800万粉的时候只卖出了67本 进入司马南老师真爱群的费用为498元 但入群者凤毛麟角 论演技 我们只服于丽演的司马南 司马南于丽主演的大电影《崇山之外》 自3月23日上映以来 上座率不高 其实司马南主演的这部电影 纯粹就是一部抹黑 我们社会主义农村的恨国剧 电影与人人都干尽 人人都高尚 人人都精神 人人都无私 人人都平等 夜不庇护路不时宜的事实不符 司马南说进电影院不是看司马南 是去看底层卑微 苦难群体的励志故事 按照司马南对文学作品的标准 他主演的这部电影 算不算诋毁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 电影完全是为了卖残给外国人看的 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的中国不可能还有上不起学的现象 国家对残疾人特别是荣誉军人都有优腐政策 怎么可能出现电影里的情景 这完全是编剧和剧作人的胡编乱造 国人应该抵制这部抹黑中国的烂剧 对于电影票房铺街 司马南于利的粉丝们纷纷献计献策说 这是资本财团 是乌克兰 是联想等势力的阴谋 三千万粉丝怎么这么不给力 一人一张电影票都得好几个亿 一人五毛也有一千五百万 为啥没有粉丝组织包场看 这是资本在打压大司马 比较贾铃热辣滚烫的减肥电影传的盆满钵满 靠影视赚钱看来不适合司马南老师 还是看看继续咬联想比较实惠 嘉老师不适合演这类苦大仇深的戏 最符合他气质的是日本动作片里面的猥琐老头 专找小女孩下手 这叫本色出演 司马老师演得真不错 不愧是气功大师 我们感到一股热气从角色眼睛里发射出来 搞得大家三天三夜没睡着觉 跟打了鸡血似的革命情绪高涨 司马老师后续将推出两部爱国反美大片 重庆舔歌 美国房产纳税人 现在知道三千万粉丝有多少机器人了 真正的表演艺术家 一直在演戏 而且还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以为自己真的是影帝了 谁知道每天在他评论区里呼天枪地 鬼哭狼嚎的也是在演戏 司马南比方舟子更可耻 危害更大 只不过藏得更深 崇山之外4月20日在上映 家粉们首先要给影院传导压力 排片必须给力 谁都想冲击票房冠军 我们就不信了 三千万司马粉还不够 得把这排片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否则可就别怪司马粉不给面子 司马粉行动起来 要求院线更多的排片 只有如此 才能让崇山之外热辣滚烫 为了票房逆袭 要搞好电影宣发 讲好电影故事 一个被美国电梯夹了头的老男人 在夹头后落下了残疾 但他人残至肩 经过不懈奋斗 终于在美丽国买了一套小房子的励志故事 号召周围的亲戚朋友们都去电影院 为盟主称面子 闹声势 老太太老大也是中粉 但如果不送鸡蛋估计不会去看 同时充分发挥机器粉的作用 壮士造势 刷评论 拿出真金白银 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中国人民永远支持大司马 司马男老师还要放下身段 进入直播间 不要怕人民英雄变成人民狗熊 现在与灰同行红的发子 建议司马老师做客董宇辉直播间卖电影票 一定会起死回生 以大司马在网络江湖上的名气 董宇辉 于敏红肯定会给面子的 司马男是一个很好的表演艺术家 他可以是气功大师 可以是优秀的演员 可以是优秀的主持人 而现在他是一位口力劳动者兼爱国主义表演艺术家 麾下三千万粉丝 七拼八凑三十二万票房 这就是图有网络爱国斗士的真实价值吗 也许大司马的粉丝不谈钱 说钱害国 不过信仰到底还有没有号召力 情怀又能支撑多久 媒体账号过亿点赞 转换成真金白银 现实里就芝麻绿豆般的六位数 司马男的境遇真是照妖镜 印证了网络的虚假性 也侧面证明司马男粉丝的虚伪性 一天到晚嚎笑着支持司马男 现实里却吸金如命 让知识变得廉价又简单 甚至失去了支持本身的高尚意义 在粉丝眼里 高达六位数的票房或许已是天价了 但比起动辄几千万元的电影制作费 简直就是毛毛雨 这部电影的相关投资者损失相当惨 有钱人不惜重金支持司马男 为何粉丝却选择袖手旁观 甚至有人落井下石 话说司马男不是演员 是社会评论家 是反美斗士 演戏本身就是虚假的表现 而司马男的跨界显然不符合粉丝的胃口 甚至产生了厌恶感 坐在电影院无法带入到电影情节里面 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所以选择舍弃 司马男选择去娱乐圈发展 当演员演电影是在图名牟利 本身是一种不务正业 粉丝们自然也是人间清醒 他们是一群是金钱如粪土的人 不是在乎兜里的钢蹦 之所以不买电影票 只是对司马男的做法稍有不满 只能做出无可奈何的抵制 希望司马男能幡然醒悟 希望大司马不要为了迎头小力过分出圈 伤害了粉丝脆弱的神经 让粉丝产生误解 导致自己众叛亲离 到时候肠子毁清了也无法诉说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谬说过 骗子能骗多久是由傻子决定的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分享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